再說說另外一隻 5號Joey想問 多少錢買呢?可以入呢? 中線上網什麼位置?市場一定在哪裡呢? 匯豐其實今年上半年公佈的業績 比市場當中稍微理想的 當然其實都是有一個盈利的下跌 下跌我想最大的部分 就是對於一個未來資產的一個撥備在這裡 如果大家留意開一些國際大型銀行股的話 大家就發覺其實匯豐今年上半年的業績 比起在美國上市的一些大型銀行股 其實是要優勝不少的 甚至乎是跑贏幾條街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因素呢? 最主要是因為匯豐其實在說 他現在最核心的業務 或者大部分的業務 其實都集中在亞太區 以今年上半年來講的話 匯豐亞太區的收入 基本上的佔比是有六成以上的 那這個也為什麼是一些股東 包括出評寶那些 希望分拆匯豐亞太業務上市 因為如果一旦上市的話 對於整個匯豐估值的提升 會有比較明顯的作用 曾經有第三方的一些諮詢報告提到 如果是分拆這個業務的話 有機會整個匯豐的估值 是會帶來兩成的提振作用在這裡 所以我相信匯豐那個中長期的投資價值是會在這裡的 同時匯豐自己本身對於下半年甚至乎明年 在說那個盈利判斷他自己比較樂觀一點 比如下半年他在說正利息收入大概有320多億 而去到明年2023年大概有380億 這些也反映著匯豐本身對未來一個 經營環境自己是看得比較樂觀一點 而我看的話前期公佈了業績之後 現在股價是跟隨整個銀行板塊出現下跌的 而現在的預期股息收入率 也有4厘多的一個位置 相對來說我覺得這個位置的防守性比較高一點 當然市場最擔心的就是美國經濟如果未來進入衰退的話 有機會這些大型銀行股會在撥避方面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撇像 這個我相信投資者就要留意著 以目前來看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作為一個去部署的 但是一旦如果說美國邊際有一個水退風險的話 可能投資者就要及時轉身了